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像练习生在开播之前就引起了广大的声势 在开播头一天更是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 什么C位出道 Pick也是成为了网络的肉词之一 作为这个节目的导师张艺兴 对这个节目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这个节目也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优秀偶像 比如说蔡徐坤 陈丽隆等等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里面出道的几位成员 也是发展的风生水起 而目前在爱奇艺当节目 中张艺兴却要和学员陈丽隆一起同胎竞技 你看好谁呢 张艺兴作为小鲜肉中的一股清流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踏实圈了一大波分 而日前 张艺兴的新专辑《梦不落雨林》 也是全面上线了 她的专辑已经上线 就有许多人表示非常喜欢 到目前为止 她的总销售额已经破裂了 不得不提的是她 真的有超高的人气 这种人气不仅来源于她的颜值 更重要的是她的才华和努力 就像在她微博的ID一样 努力努力在努力 她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对梦想的执着 终于在朝着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了 而谭基与老前辈 新生在一同打歌时 张艺兴表示这个舞台很难得 让不同音乐人展现魅力 如果我有现在所有的实力 在年轻十岁那该多好 事情就是这样 有的时间是要去沉淀 有的时间需要去留恋 都是一个过程 可以看出张艺兴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非常的严格的 作为张艺兴的学生陈丽隆音 为自己的不错的歌唱功底 和活泼帅气的外表 也是博得了一大波观众的喜爱 最后也是在一众练习声中脱颖而出 而这次的与当艺兴在中国音乐公告排同台近 既有不少网友都表示期待 师徒之间的较量想必 也是极具看点的 大家怎么看呢 确实在画面上 应该评论地摄像